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孟老师对女性的尊重确实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那主要是得到扎建英老师的肯定 他说他想来想去能继承五四的尊重妇女传统的作家 想来想去就剩王孟一儿 扎老师对王老师评价这么高 真的你说很多时候很有意思 我前一阵在英国有一个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 展览的都是现代艺术 营门他有一个牌子 可能是女权的这种艺术家写的 就说为什么从古到今的男的艺术家 都要让我们女人裸体出现在你们的画布上 你看他这里头也有政治 这个是很有意思 但是刚才你讲少贡情节 还有王孟老师讲的五四以来 都让我想起来 您这么大经历的人 很可以跟我们来交流 孙中山 因为最近我看都纪念孙中山 150诞辰 11月12号 刚过几天 就是说孙中山活到今天150 然后领导人也是很高调的 发表讲话 纪念孙中山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 经常是被人家改造了的 所以都不知道穿透迷雾之后 当年的真相是什么 你比如我对王孟老师 有个印象 就是说当年的民国 咱们说的就是说 各种各样的好美化 你看但是他亲身经历的 民国人 他就会告诉你一些 说你知道那时候北京的垃圾堆 那家堆的比山都高 然后他还会说 很多问题是因为当时民国政府 是个弱势政策 他管辖力到不到那个 那也并不见得就等于他多么主张自由 你看这个就是飞过来的 对对对对 他有他的这个角度 对这个角度很真实 很真实 对对对 亲身体验过 对你就说孙中山 我原来我觉得替给中国的很多读者 有一次的我觉得不叫启蒙吧 至少是一个撕裂 大家对国内的国内人 对孙中山的那个印象是非常非常崇高的 但是很多的中小学生 中学生和大学生看到我的非常道里面 有孙中山的段子 一个段子就把他们震惊了 什么段子 就是全仰义问孙中山 你这辈子最喜欢哪几件事 孙中山说的第一件事 你们可能都猜得出来 王老师知道 第一件事是革命 孙先生说我喜欢革命 那么第二件事呢 孙中山笑耳不答 最后全仰义逼他 孙中山说了 女人 第三件事孙中山还说我喜欢读书 三件事 读书 读书 革命 女人 读书 这三件事 很多读者就跟我说很震惊啊 这很健康啊 很健康 但是当时 当时都以为他是个革命先行者 不会搞这种东西 这不算错 这很正常 是正常 但是很多人受我们意识形态的影响 他就把他搞得高大上了 把他看作神了 把中国呀 是有这种劲儿 对 中国呀 就绝对 他是 比如说革命 和这个 爱情 这是不能够平等的说的 嗯 但是我在 就当年苏联的诗里头 我都看过这个 对 他爱祖国 相爱女人 就这么说呀 那首诗 诗里头的 嗯 爱祖国 相爱女人一样的 对 这 您说这个 这中国人他就不理 他不理解 对 对 对 这并不 这还是在性方面 我们太有点 不足为奇 保守 保守 而且 你 我还听说 说当 咱们今天讲 说是对这个性关系啊 什么不负责任 叫悲水主义 对 我听说这个词的这个缘起啊 是从当年苏维埃的一个女部长 这个女部长跟男同志就 他就是悲水主义 那时候被联邻批评过的 是吧 是 所以当年这布尔什维克 其实挺浪漫的 这个呀 孙中山呢 我从小 嗯 我小 我上小学 而且是敌尾时期 嗯 日据时代 嗯 我就觉得这个孙中山也了不得了 哦 日据时代啊 也尊重孙中山 嗯 这个国民党时代也孙中 孙中山 嗯 这个 共产党 人民共和国时代也是孙中山 到现在你这个台湾来了 尤其来了国民党的人 他现在 你看那红球柱来 他先上中山岭 我们可以看看一些照片啊 当时的这个年代啊 这是这个孙中山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这些伟人都是帅哥 是吧 帅哥 长得好啊 长得好吧 双眼皮 你瞧 对 来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 这是宋庆龄 宋庆龄 这是 这是早年的宋庆龄 然后再往下看 呃 这个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啊 在轮船上 这个 这个是孙中山 和和陈翠芬 是吧 陈翠芬 据说是他妾 之前的妾啊 妾 他其实这个问题吧 该怎么说呢 你得站在当年的这个历史环境下 主要是说宋庆龄跟孙中山年龄差异太大 年龄 那当年宋庆龄听说 我听说啊 就宋庆龄先生呢 最后没有跟孙中山先生合葬 据说呀 他身边人讲啊 就是说他讲过理由很多了 他讲过其中一个理由 他就是说 当年呢 他一定要嫁给孙中山 当然他爸爸妈妈是不同意的 说你这老公比爹妈岁数都大 说不干 说把父亲气得重病 最后听说把宋庆龄关起来嘛 那时候宋庆龄是跳窗户跑出去 找这个孙中山 他就觉得呢 一辈子跟了孙中山 到这个林了呢 好像就是 对不起 有点对不起父母 所以他还是希望我走后啊 跟父母合葬 有这么一段传说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个真假 我这因为也是网上看见的 说台湾最近公布了一个档案 就是孙中山在不知道在发动哪一次革命的时候 因为他起义有九次都失败了 他也是屡败屡战 屡战这样 说当年有一次他给日本的当权的人 是首相还是大臣 外交外务大臣 这我咱都不知道了 写过一封信 那意思就是希望日本人支持他这次革命 而且保证他革命成功以后 优先的照顾日本在中国的利益 您看到这段吗 我看到 您对这怎么分析 这是近年来一个很大的学界在讨论 有些人讲的甚至是极端的话 就是说按照这份密约 对吧 孙中山愿意出让的中国的利益 甚至超过当年的21条 对 您怎么看这件事 你把这个球抛给我了 说他卖国 说他卖国 对 但是就是说他 这个我周围的朋友也聊过这个话题 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没有能力卖国 没有权力卖国 他也没有 因为他还是一个连一个反对者的地位都没有 对 所以他这个东西只是一个空口许落而已 也不比当真 日本人如果把它当真 那就是日本人的问题 是吧 如果我们作为后人 如果把这个东西当真 也不应该 这个就有点像当年说 列宁跟德国签约一样 我跟你说 这里的让我想到什么呀 这个所谓革命的时期 是你手里完全没有权力的时候 对对对 你当时不过就是 你没有牌嘛 有机杆枪 对 也许有个几万人 是 有时候连几万人都不够 就就一个起义就起来了 对对对 你看卡斯特罗 他没有几万人 是 他在起来的时候 对对对 冲击东宫的时候 当时也没有有组织的红军 这些都没有 就是工人拿着什么锤子拿着叮当 就砸进去了 对 这个时候这个革命者呀 他要争取各个方面的援助 对 现在呢 俄罗斯 甚至有人说普京还在说 说列宁如何是不好 如何甚至和德国的什么 对 我听说就是列宁是拿着德国钱的特务 是德国的特务 这种说法我觉得很幼稚 很可笑 对 要按那个逻辑呢 孙中山也成了这个 日本特务 成了日本的了 对 您说的非常清楚 他还没有权利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争取各种帮助 恰恰是列宁说过 我们不拒绝任何盟友 哪怕这个盟友只有15分钟 这15分钟你帮我 把那个敌方的那坏脚子给他灭了 16分钟咱俩再打 是不是 对 那就有点 又求劲也是这个观点 类似的事情 咱们中国也有 中国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还听说 这个40年代啊 在新疆伊犁塔城阿拉泰地区 发生过这个叫三驱革命 对对对对 三驱革命呢 毛主席特别指出来 三驱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现在呢就出现一种呢 说法 说是也是档案公布了 嗯 说俄罗斯啊 那个档案证明 当年呢 三驱革命是苏联花了钱 哦 苏联派了人 对对对对对 这确实派了有那么 里边有那么两三个头目 是从苏联来的 嗯 然后呢 在中国新疆搞一场革命 其实呢 他目的是为了搞疆毒 嗯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吓唬人的 嗯 第一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 对 你革命时期 他有他的特殊的条件 非常的 非常 哎 第二呢 哎 他们搞 上 他搞成了吗 对 另外他当时针对的 他打击的是 国民党 对 打击的是 是蒋 蒋政权 对对对 打击的是 马布芳 盛世财 什么金树人 就那批人 嗯 嗯 你 毛主席 是何等人物 嗯 他不知道那有苏联派来的 对对对 他不知道外蒙 苏联已经给给给给折腾过去了 对对对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说这个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你得把这些力量都集中起来 哎 因为你首先 王老师说了就是革命前后革命后 他是我们要分开 就像刚才你们谈那个 你针对的是谁吗 对对对 你要现在搞疆毒 对不起 全算恐怖分子 对对对对 那就有点像那个 刚才那个那个 普京的那个话 嗯 卫生间里发现 他就把他摁到那个 摁马桶里的那颜色 颜色 这个一样 刚才说孙中山的时候 就就我就想到了特朗普 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前 他什么话都敢说 对 他现在成了总统 这个总统的名位 就可以制约他了 不用 他就开始要 各种实际的后果都在那摆 各种利益集团也在博弈他 他就不会那么在什么信口开河了 无法无天了 对吧 他就他就会变了 所以密谋时候说的事都不得算数 针对的是谁必须说清楚 我针对的是讲 你话说的夸张点不要紧 而且呢 就是我看到一个史料 其实就为什么咱们很难回到辛亥革命那个时候 你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是怎么想的 比方说啊 我看到一个小史料 就是有个电影叫十月围城 里面就讲这个杨瞿云 就梁家慧演的那个 当年跟孙中山一块成立了这个星中会 杨瞿云就是香港的这么一个人 后来孙中山跟一个人发表讲话 就跟一个人私下里谈话 被记录 很有意思 孙中山最早 他还不是什么三民主义 至少据说在1895年之前 什么民主啊 民生民权 他没这 他只是想推翻一个满族人的皇帝 所以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 甚至于孙中山跟这人说 说我当时跟杨瞿云 我们这哥俩成事的时候 还发生过争执 他说我就说 赶走了这个满清 换个汉人当皇帝 也不错 他当时还这个思想 但是杨瞿云不敢 杨瞿云说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以至于孙中山说 当时杨瞿云跟我争起来 揪住我的辫子 要跟我动武 要跟我动粗 他说 但是后来 我就慢慢的 转变了这个思想 所以在当时里面 他跟日本人的所谓这个秘约 当时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的想法是 东北啊是满清的老家 对 所以赶回 把你们赶回老家去 对 所以当时说他出让了什么东北的这个利益 对 其实在当时人们的概念里有一个 那是满人的 那是满人的老家 对 你们哪来 你们哪去 对 我们要恢复中华 是 所以你看你放到那个时候的国家的概念里面去讲 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 没错 没错 而且啊 像就是刚才那种逻辑啊 嗯 如果要弄不好的话 就全乱了套 是是是 因为还有的人用同样的理由攻击鲁迅 哦 哎 说鲁迅跟这个好多日本人 那个日本人跟日本人也不一样 是不是啊 对 你比如说滕野先生 人家人家跟军国主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是不是啊 对 呃 还有他和内山玩造 嗯 那个内山书店 对 他是 但是日本人有人喜欢鲁迅 嗯 有人喜欢孙中山 这是绝对的 哎 那是 那当然 这是绝对的 因为我在日本的 我官方访问的时候 我去过去一些一些餐馆 一点也不豪华 嗯 那上头挂孙中山的照片 说哪年哪月哪日 孙中山在这吃过饭 嗯 挂鲁迅照片的就更多了 嗯 您上那个 那鲁迅 那个那个 那学校呆 那地儿叫什么 靠北一点 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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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还是您记忆力好 您学问也大 您学问也大 仙台 仙台 您到仙台一提鲁迅 哦 他们都 都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骄傲 是吧 鲁迅在我们这儿上过学 而且对我们的这些老师什么 他都很喜欢 是吧 孙中山和鲁迅 但是我我我我我 确实对日本也那个 可知啊 嗯 也是在他的言论里面也确实比较好 嗯 他因为你从那个 这个 因为日本呢 他在有些改革那个时期 他走在中国的前头 是 因为英国 对 英国人也有人支持孙中山 嗯 所以 但是孙中山他的民权主义 包括了 反帝 哎 对 对 是 孙中山反帝 而且非常厉害 嗯 他的话说的比共产党还厉害 嗯 为什么呢 他说是人为都祖 我为鱼肉 嗯 他说中国是次殖民地 毛 毛泽东说是半殖民地 对 他说次殖民地 就是我们比殖民地还不如 还差 对 我们比殖民地的地位还低 等而下之 等而下之 对 有一个学那个学政治学的 我忘了是 好像是前端生先生 他就说 他说孙先生这个人了 你不要听他讲演 你听着听着就要跟着他走 对 是 他就有这个本事 我们先听一下广告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有很多人 就是说这个还原孙中山是人嘛 嗯 甚至有一次 就比如说这个 我看这个李敖 寻章摘据 说拿出一个收据 拿一个证据 说你看 这是当年孙中山 嫖果昌的发票 我都找到了 对 但是呢 你比如说 当年这个 哪怕是康有为他们 说北京这个拔大胡同啊 他民国的时候 小凤仙 你记得蔡厄 对的这个故事 对 他很多时候啊 在那个窑子里边 他革命党人是在那开密会 对 他很多的那种那种形式 就是不是咱的能 能能能能能能进入的 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是小节 更重要的是一些个 什么事呢 比方说 说孙中山 包括有人说这个 国民党最后的这个历史叙述 嗯 有没有什么窃取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这也是个有名的一个争议 就是说啊 当年辛亥革命 是湖北新军 说这个里边啊 主要是这个立宪党人 和湖北新军的将领 他们逼着满清啊 要搞君主立宪 所以才搞这个起义 对 实际上当时孙中山流亡海外 他在沿海地区发动的一些起义啊 都失败了嘛 所以 当时是逼这个清政府改革 但是后来感到失望 感到失望 后来这帮人就是说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请孙大炮 是因为这个威望 而且听说 他是辛亥革命之后 两个月零十五天 我不一定记得准啊 才回来 就是说实际上是有所观望 他才回来 没有吧 他好像当时在丹佛洗盘子嘛 丹佛一个餐馆里面打工 在海外嘛 在海外 就是说 才回来 就是说这个事情 您怎么看孙中山对这个这个革命的他的这个地位 对 这问题请于老师说 没有 我先说 我抛砖引 抛砖引 对 对 对 这个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 这两年是学界针对那个话题 很多人认为立宪党人的功劳大 对辛亥革命起的作用大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没有革命党人 没有孙中山 他们在在在这么折腾的话 这个满清政府的这个这个这个政权 一时不会这么快的结束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后世啊 小当代的学者去去用那个文涛的话 要还原当时的情境的话 我觉得还是应该承认革命党人的 他的他在当时的情境的那种功劳 他的正义性 因为他他的 他在外面实力 你们在内部才能够 才能够促变 否则的话 这个变化不可能形成一个合力 而且 而且就像那个王老师刚才说了 连日本人 他们都承认 孙先生在建立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地位 没有说承认说袁世凯 也没有说承认我们丽元宏 是吧 这些这些 包括丽元宏当时的 还有个汤化龙吧 那个立宪党人的 湖北的那个资予局局长 他们确实起的作用很大 但是我觉得 你还是要历史的看 人家搞革命 那搞了 那是 那是 那是在 如果我们不用革命这个词 叫推动 中国 中华文明转型的这个历史 这个大历史 转型 那立宪党人肯定不如革命党人当时的贡献最大 因为他是最先清楚这个东西 只不过说革命话语 他跟 他跟县正话语在竞赛的过程中 革命话语还是跑到前面去了 而他跑得最快 所以他才促进了当时的立宪 这个王老师 所以我很想知道 就说您 就年轻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人们说起这个孙中山 是跟今天我们对他的认识 年轻的时候 当时包括日委时期 说他是国父 中华民国是他创造的 全国人民都公认 因为就是汪清卫 他也打的仍然是中华民国这个席制 上边加一个黄条 这个 我这 我不是历史方面的专家 这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有限 我想历史上 各种的合力在那 合力 这是肯定的 谁起的作用更大 跟那个事后留名的状况 不见得完全一致 但是谁留了名了 也不是偶然的 不是说那想留名的 中华好名的人多了 想把这事归得自个儿头上的多了 二次大战我打胜的 他多了 可是你说的 那只能侯保零那么说 行 你别人那么说就开玩笑 我觉得还是和时代有关系 那个时候恰恰需要这么一个号角 因为那时候 辛亥革命 他和这个 和这后来共产党领导的 所谓人民民主革命 他不是完全一个性质 他哪有那么长时间的 二十多年 二十八年的 二十六年的 是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的战争 对 而且正经的到后率越大越大 对 坦克也有 辛亥革命 那也不是拿着刀 什么怎么 所以他这个时候 辛亥革命是号角 这个毫无怀疑 那时候需要的是号角 因为这个号角 中国已经几千年了 没人听见过 说可以不要皇帝 还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还要考虑民 而且把民摆在头了 他这个号角的作用 这难道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他这个号角 而且他感染了那么多人 主要是 主要是二十世纪以来 革命这个话语 这个意识形态 他成了现在的很多人 包括学者 他谈火色变的一个话语 他确实带了很多血腥 这样有很多人就开始怀疑 孙先生的这个合法性 他是现在 现在大家都受那个影响 就是 现在有一派的这个说法 包括否定 中国这个革命太激烈了 对 中国如果一上来 连洋人也有 洋人的汉学家 研究中国历史的 说中国好好的有个皇帝吗 没有皇帝 中国追乱了不可吗 对 你那么急着追完皇帝干什么 对 是不是 你英国人到现在皇帝 也没推翻吗 对 王国还有的是呢 我这吃茶欲嘴 我还敢这个新鲜事呢 就我上喀麦隆 喀麦隆啊 他早就是共和国了 他照样还有国王 就是国王没有任何权利 他等于一个展览 虚军 虚军 对 虚军 而且他是展览 就是说 我上喀麦隆 人说那有个明天是 国王迎接你 开车 开快两个钟头 一到那 国王很年轻 文武百官 全都老得不行 国王的真正的职业 是牙医 但是为了还凝我 就只穿上国王的服装 戴上文武百官 然后又吹喇 没有干什么 让我邪恨虚弱 我订完以后 让我参观他们的 光王的展览 参观完以后 由于我们本朝 财政比较困难 您看完以后 实当捐一点款 多可爱 对对对